回復歷史 可能让律师来还原 我只是想向各位提醒一件事 黄静英的走路工这个假的事件 是在哪里进行的 在陈其迈的办公室进行 有话等一下 律师的政绩是很清楚的 然后主持人是谁 叫陈其迈 现在的获写人叫谁 叫陈其迈 假路工事件 是在陈其迈的办公室 看完整个录影带 最后简介出来的 然后主持人就是陈其迈 也就是现在的获写人 大家皮肩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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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陈其迈办公室 对啊 这洪志昆的笔录 在陈其迈的办公室里面看 对 这是法院的笔录 然后出来拿麦克风的 我们刚一直播了 开了好几次记者会的 就是陈其迈 年轻版的陈其迈 当时振振有词了 所以整件阴谋 难道跟他没有关系 很多事情四年可有真相 很多事情两年有真相 黄俊英的冤屈 因为他已经永远离开人世了 真相出来了 又怎么样 很多我们这个年纪人 我们都会知道 黄俊英当时跟陈其 对战高雄市长的那一次 也是投票前 晚上 也是过了晚上十点钟 跟周子余事件一样 已经不能有选举活动了 他们跑出来召开 黄俊英走路工 抓到了 抓到了 这标语写在墙壁上 主持人就是陈其迈 十全路的保安工 雇用这个游览车 然后接送 前往黄俊英竞选总部造势 然后回来的路上 发放走路工 一个人五百块 黄俊英竞选的阵营的人士 也不要那么气急败坏 那么的生气 然后做这个反弹 抓这个 我觉得大可不必 我会奉劝黄俊英先生 应该赶快救他的 辅选的干部 逐一的清场 我想不要模糊事情的焦点 人证物证 都已经最正确早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应该就这个部分 昨天也没有动员 游览车 出席黄俊英先生的竞选总部 我想这个很清楚 这个我想黄俊英有必要 来一项